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及台海局势的影响 除了火箭军两大军头被换 战略支援部队司令拒前生传被调查 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消失之外 前大陆媒体人赵兰健在社交媒体爆料说 多个中共军工集团的要员被抓 包括中国兵器集团董事长刘时全 中国航太科工集团董事长袁杰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总经理陈国英等 路透社报道说 中共军委装备发展部有多达8个官员 因采购贪腐和李尚福一起被查 时事评论人士蔡生坤在社交媒体爆料说 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中央军纪委书记张生民也被抓 创下军中打虎先例 目前就连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霞 也传被调查 中共军方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动荡 除了高层恐慌不安之外 中共军报7月13日的一篇报道 无意中曝光了中共军队基层的猜疑隔阂 文章介绍 三个月前 也就是大概四月份 军队机关某科科长孙世金 被调到火箭军某发射营担任营长 上任一时 孙世金就打起布盖住进了某发射连二班宿舍 结果出现了尴尬的场面 每次他走进宿舍 大家顿时鸦雀无声 有一次 孙世金找大家聊天时 班里的一名战士直接开门见山问道 营长 你是不是来监督或整顿我们的呢 这反映出 在习近平更换火箭军头之前 火箭军内就充斥互相提防 互相不信任的气氛 而这之后 共军高层的人事动荡 恐怕只能加剧 由上到下的恐慌和隔阂 有观点认为 这对台湾来说是有利时机 火箭军失去战斗力 习近平忙于内政 顾不上台湾 不过也有观察人士认为 习近平根本不怕输 台湾仍然是要必须小心 纽约时报9月17号报道 美中情报战升级也提到 美国确实无法确定 习近平究竟会不会对台湾动手 当然中共也不确定 美国将如何应对台海战争 台湾问题是中美情报战的重症之重 记者兼经济学家 萨姆·阿什沃斯海斯 在英国电讯报的文章 题目就直接的挑明说 中国的增长时代已经结束 就像1914年的德国一样 战争可能随之而来 文章认为 中国的状况就像是1914年的德国 当时德国经济衰败 在欧洲大陆的主导地位 也被英、法、俄的军事联盟威胁 而美中发生冲突的地点就是台湾 中方可能明明知道 和美军打仗肯定是输 但是也要打 因为北京已经失去和平统一选项 对北京来说 无法统一台湾是无法忍受的事情 远中共海军司令部中校参谋姚成 日前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 习近平近期在做的就是打台湾 当年他就是用承诺拿下台湾 换取第三届连任 如果到2027年没有兑现承诺 习近平凭什么干第四届呢 可是习近平上台以来得罪的人太多 一旦没有权力 下场会很惨 所以姚成认为 习近平2027年必须打台湾 恒可认为 打台湾是习近平第三人期最大的事情 就连这次习近平整火箭军 整李尚服 真正目的就是发出警告 谁也不能够坏他统一大事 恒可说 无论李尚服还是张又祥 他们都不是习近平的反对者 对习近平的地位没有任何的威胁 只是贪腐影响到了共军的作战能力 从而妨碍了习近平统一台湾的计划 所以习近平要动手 但是习近平不会因为军队的贪腐放弃进攻台湾 中共军队永远也消除不了腐败 而武力攻台一定是一个政治决定 别说贪腐 甚至与军队作战能力强不强都没有关系 除了军队之外 习近平正在进行的这场大整肃 也对全社会产生了影响 知名作家李承鹏最近发短文 形容中国社会的现状 他写道 最近的局面是高官不知道明天能不能保住自己的位子 中产不知道明天能不能保住自己的房子 底层不知道明天怎么过日子 一切惶惶不可终日中应验着某个规律 一切只是时间问题 这是一个有趣却有无聊的心理现象 大家都在等着点什么 有不知道等的到底是什么 他什么时候来 过程如何 结果对自己是不是有利 大家只是等着 等待本身成了最重要的 第二十届朝鲜自由州 由人权团体主办 于9月20日在韩国首尔举行活动 四名从朝鲜逃亡到韩国的脱北者发言指出 朝鲜在咸进北道风溪里进行核试验之后 周围越来越多的居民感染结核病皮肤炎 疑似与地下水受到核污染有关 朝鲜居信在2006-2017年间 先后在风溪里核试验场秘密进行六次核试验 2011年来到韩国的金顺福说 建核试验场之前 当地居民每天都到来自风溪里的南大川取饮用水 核试验场盖好 军人们设置好护栏之后 就再也看不到山明水秀的风溪里了 不知道何时开始 罹患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人越来越多 结合病人皮肤炎患者也在增加 2013年朝鲜第三次核试验时 仍然住在吉州郡的李英兰说 他直到逃离朝鲜来到韩国之后 才知道核试验可能对人体造成的负面影响 吉州郡居民饮用水都来自风溪里 几乎可以说大部分人都暴露在了辐射之下 李英兰说 吉州郡居民在核试验之后 接连被诊断出罹患结核病 其中也包括李英兰的儿子 李英兰从中国祭钱回家 希望儿子能到朝鲜首都平壤治病 但是金正恩当局却下令 禁止吉州郡患者进入平壤 让这些人求助无门 韩联社报道指出 今天举行的活动是受影响地区居民首次现身说法 总部设于韩国的转型正义工作组 今年2月份曾发表研究报告 称风溪里核试验场的辐射物质 可能已经扩散到核试验场附近的8个县市 影响日常生活饮用所需的地下水 以及超过100万朝鲜居民 台湾农业部长陈吉仲决定请辞 引发各界议论 学者李中宪发文认为 认知作战严重地渗透台湾各个领域 明年总统大选之后 这种局势可能也不会好转 陈吉仲写2000字的文章解释请辞的决定 李中宪在下面留了5个字 部长辛苦了 李中宪随后发文表示 对陈吉仲决定请辞 很多人感到悲愤 为什么陈吉仲要因为认知作战的攻击而离开呢 李中宪强调 大家普遍都认为陈吉仲是个好部长 光让台湾免于成为非洲猪瘟的疫区 就是了不起的成就 更不要说还有很多其他的杰出政绩 李中宪认为 台湾没有忠诚的反对党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 各个领域被渗透的情况已经是相当的严重 这样的局势明年1月13号之后 也不会有什么好转 再加上如果立法院内中国代理人的人数超过半数 情况甚至会比现在更糟 所以说认为现在局势不好的人 应该要有心理准备 李中宪表示台湾身处危机之中 德国媒体报道 前两天中国有103架战斗机飞越台海中线 两岸局势非常紧张 几个月之后蔡英文就下台了 这表示蔡英文的路线即将要结束 分析指出 台湾行政部门担心火烧到行政院院长陈建仁身上 要陈吉仲留下来党火 但是陈吉仲作为一个不被信任的农业部负责人 又怎么能消除民众的疑虑呢 尽管陈吉仲已经道歉 但是在野党没有停止对他的批判 或许这才是陈吉仲下台的原因 韩联社报道 韩国总统引讯月20号表示 俄罗斯如果提供给朝鲜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需的技术 和信息 俄朝军事交易就不只是针对乌克兰 也会对韩国的和平安全构成直接的挑战 尹吉月当天在纽约召开的第78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主旨演讲 强调韩国及其盟国友邦绝不会对朝俄军事挑衅坐视不理 尹吉月表示各国军力规模虽不尽相同 但是只要团结一致 凝聚力量 基于原则采取一贯的行动 就能够阻止一切非法挑衅 韩国将在维护构建世界和平方面做出贡献 尹吉月说 朝鲜发展核武器和导弹 不仅是对韩国的直接威胁 也是对印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的重大挑战 另外 俄罗斯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却入侵主权国家 并从违反安理会决议的朝鲜处获得军事援助 联合国安理会应该采取对策进行改革 俄罗斯总统普京20日表示 已经接受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 将在今年的10月份出访中国 根据俄罗斯国营电视台的报道 普京20日在圣彼得堡接见到访的中共外长王毅时表示 自己很乐意接受习近平的邀请 在10月份访问中国 之前媒体报道 普京10月份预计到中国出席第三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顺便和习近平会晤 王毅正在俄罗斯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 王毅表示 中国准备好继续和俄罗斯商务合作 普京因为遭受国际刑事法院的通缉 缺席上个月南非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 因为中共没有签署国际刑事法院赖以成立的罗马规约 因此普京到访中国 没有被国际刑事法院逮捕的风险 这也是普京今年3月份 遭国际刑事法院通缉以来 首次出国访问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在今天的热门视频分享时间里 静怡再给您说一个罗刹国的奇闻异事 悲债人 您听说过吗 网上流传着很多这样的视频 在罗刹国 父亲母亲没有钱给自己的孩子治病 被医院赶出去了 只能独自的走在大街上 抱着自己疼痛难忍 奄奄一息的孩子 年轻的孙子脑干出血 奶奶跪地痛哭哀嚎 不要继续医治了 孙子放弃了 家里还有孙媳妇和孩子要生活 没有钱不治了 还有农村患了病的老人 没有钱医治 选择上吊或者是投合 不给家庭增加负担 这一幕幕让人心酸的悲剧 是罗刹国的常态 而就是这样的人间悲剧 在罗刹国也能用来换钱 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上最近流传的消息说 有绝症患者把自己包装好 然后向银行去贷款 贷款400万 到手200万 两个月之后就死了 家里人现在是不愁吃不愁住 还有人说身边有一个30多岁的人 得了绝症 贷款500万全都花光了 银行也没有办法 警察去抓他 都怕他死在看守所里 还有人说 有个人快死了 贷款800多万 到手400多万 一两个月之后 这人就死了 钱留给了家人 还有人介绍说 现在悲债人已经成为了一种养成的职业 有些炒房客已经在养人了 去农村找个征信干净的人 帮他交社保一年 然后再高价的把自己手里的房子卖给他 事后再给这个农村人一点现金补偿 之后的事您就懂了 对于悲债人的这个消息 很多网友觉得 这真的是人间奇景啊 但是也有人质疑 银行哪那么容易就给你贷款呢 你的资质审核能过得了吗 那么对于这个专业方面的事情 静怡是真的不懂 但是静怡相信 在罗刹国就没有钱解决不了的事 但是静怡还是要按照正常人的思路去想一想 那以后是不是罗刹国人贷款 要签订什么不死协议啊 或者是死了之后负债子偿啊 之类的规范 免得贷出去的钱收不回来呢 就比如中国贷款一哥许家印 如果有一天他被绑架了 估计都用不着家人去救他 或者是担心警察会不会懒惰不作为 只要给银行打电话 说人被绑架了 银行可能就会马上派人去救他 你呀一定不要死 一定不要消失 对于今天的话题 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欢迎在留言区说一说 也请您要记得点赞 订阅希望之声TV频道 希望之声会员网已经开通 每个月只需要一美元 诚挚的邀请您 和我们一起守护言论自由的空间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